Hello 各位心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阳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阳暮色奇迹记 第220集 想看前面1到219集的小伙伴 可以在西关视频关注爱阳游戏解说 点击视频核击就能找到咯 在这儿放出魔斗 哇 果然和你说的一样 长着这么大的树啦 对啊 一眼都望不到边呢 那么赶紧上去看看这树能长多高 我的妈呀 这里怎么会这么高啊 都老半天了还没到 膝盖都要跳飞了 我感觉这块比空岛还要高了 上面不敢要挡一下 难道要捅破天了吗 也不知道这顶上会是什么样子的 哎呀 累死我了 哎呀 终于到了 哎呀 妈呀 累死我了 虽然我一口气上五楼 腰部酸腿不痛 这一口气让我上几百楼 这谁顶得住啊 哎 那是我们家的附魔台吗 我还以为我家已经够够了 这一批简直是小屋见大屋啊 不 高是高 但是上面什么都没有 最多只能当个关节台而已 哦 也是 那就先这样吧 先下去 等我睡一觉重置一下复活点 我们再讨论讨论下一步的行动 OK 那我去休息一下 放上床 好好睡一觉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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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谁 是谁 谁在叫我 怎么又是你 不想见到我吗 不是不是 我只是好奇 你这回找我干嘛 事不相瞒 你一路的冒险 其实都在我的监视之下 啊 意思是我放火烧山 殴打小动物之类的坏事 都被你给看到了 是的 全部都看到了 啊 那你不会是来抓我进监狱的吧 鉴于你以前的事情 这些事情我就不拙旧了 这次我来找你 是来告诉你阿元的去向的 什么 你知道阿元去哪啊 是的 阿元原本为了拯救族人 而穿越木色传送门 寻找冰霜女巫 但没想到 翘如传送门后 却遇到了时空乱流 现在被困在了虚无世界里 虚无世界 那是什么地方 我要过去找他 哎 年轻人 别着急 听我说完 哎 不是 我就想知道怎么过去 要去这个地方可不简单 因为这个世界上 已经没有直接的入口 到达虚无世界 只能依靠传送门乱流 才有机会到达那里 啊 不会让我反复穿越传送门 寻找时空乱流吧 不不不 我可以把你传送到虚无世界 只是 需要我做什么吗 我都答应你 不是 你误会了 是这样的 虽然我可以事发 将你传送到虚无世界 但是由于我年事已高 发力有限 只能让你们在虚无世界 待一段时间 你能待多久 找我也没有确切的把握 没事 你现在就把我传过去 我一定尽快找到阿元 但是关键问题不在于此 而是只要持续时间一结束 你就会被抛入时空乱流 而当你再次找路时 你将不知道自己身处何方 意思是 我有可能再也回不来了吗 怎么会这样 哎呀 这也是没有办法 我能做的只有这样了 忍不服老不行啊 我的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 你和小月一起好好考虑一下吧 如果确定要去虚无世界寻找阿元 那么就带上你所获得的战利品 以及金块 钻石块等光五块 到穆斯斯林的最高出去 我将在那里为你们施发 哦对了 记得要大声喊出传送咒语 驱动传送发术 咒语 什么咒语啊 当你们摆好了所需要的各种物品之后 只要大声喊出 燃烧我的卡路里 我就会立即驱动传送魔法 你这咒语怎么惊起来怪怪的呀 你不会是在骗我吧 你要是不信 你去试试就知道了 我先走了 你自己好好考虑一下该怎么做 诶等等 你为什么什么都知道 还能监视我的行动 还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事情 你的真实振奋 到底是什么 这我暂时还不能告诉你 等故事继续下去 你自然就会知道一切的真相 你现在只需知道 你是那个被选中的人就行了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好